有很多的震撼和收获 欢迎大家收看杭州三天两夜超详细Vlog旅游攻略 包含住宿美食路线分享 如果你不喜欢达卡士特种兵的旅游路线 那这条人少景美好吃且治愈路线 你一定要收藏哦 手串 第一天我们买的是晚上的飞机因为便宜 所以到达杭州的时间差不多已经1点了 所以提前把住的酒店是订到了机场附近 不过话说回来这家枕头还蛮好睡的 这是我第一天晚上的房间在机场附近找的一个酒店 都两点钟了 到杭州的第一餐 回味之宝 确实有比较多的海鲜 第二天大早在酒店吃了一点早餐 然后坐地铁先到新的酒店拌入住 然后出发来到高营街 在方船面馆吃了拌川以及卤鸭饭 猪肝腰花拌川是真的太美味了 锅气十足且配菜满满 吃完了才知道为什么叫拌川 而不是拌面或者炒面了 然后步行来到江南第一豪宅胡雪原故居 这是一个历史三年耗资三百万银两建造的 胡雪原当时个人的资产几乎是整个国家的二分之一 可谓富可帝国呀 整个花园峭壁假山亭台楼阁 当时它的御丰楼可是最高建筑物呀 然后来到大景象 这是杭州最早的咖啡调节 想要喝茶饮咖感受本地人生活方式 就可以来这里 Seal Morning 一楼是咖啡厅 二楼是器物商店 还有很多不同主题的小画展 不行几分钟就可以来到大马弄 是他们本地人的菜市场 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江南的市井西西 穿过大马弄就可以来到茶院前农贸市场 在这里可以尝一尝蒋树家的炸酥鱼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吃 虽然很酥脆 但确实有点太甜了 晚上可以来大运河旁走走 逛一逛小桥流水 白墙黑瓦的小河之街 来拍拍照打打卡 确实还是挺出篇的 回到酒店点了一个生蚝外卖 可真的太新鲜了 店家我帮您放在右上角 窗外就是昨天晚上走过的 那个大运河 这个冷退龙井真的特别好 吃饱了 吃饱了 后一会儿吃饱了 吃饱了 胸泥 最后一会儿吃饱炒 到后一会儿吃饱了 我可以来打电话 吃饱了 它们在这里 拿着大运河 少年 discussions 一起分享 然后一会儿吃饱了 你 的 这一会儿来 下船之后 旁边就是苏东坡纪念馆 我觉得历史的知识还是值得一看 这样才能更理解山海人间的深邃 就像与古人一起携手 共读了世界 旁边走几步路就到的太子湾 玉湖湾也值得去走走逛逛 可以看到坐船看不到的风景 下午来逛了中国善博物馆和飞翼手作活胎馆 在善博物馆可以了解到善子从古至今的发展史 有太多各样的善子真的超级精美 只想赞叹古人的智慧 最有意思的还是飞翼活胎馆 这里可以体验到超过18种的飞翼项目 织布 油脂伞 冷瓷 扎染 沙画 陶艺之座 我想如果生活在杭州 我可能会经常来体验吧 我和你们说今天其实真的是像坐过山车一样 先是我的相机不小心被人拿了 然后去找 后面又设复的 现在我又来到了一个没有在计划之内的地方 然后又让我有很多的震撼和收获 所以今天真的是太刺激了 晚上来吃了一家渠州菜 是一个本地小姐姐介绍的 点了四菜一汤 每一道菜都还不错 口感层次也非常丰富 真的挺少的 从佛学院这边走的话 人就不会很多 买了一些手串 在这里可以看到杭州的一个小全景 对面这里就是西湖了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绍兴见咯